今天是会和大家一起计算一条 我们一生人都没计过 但对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条数学题 是什么呢? 在我项目写了三万日这个数字 如果你深水清 你会发觉 如果人的一生人有80岁寿命 80乘以365 其实就是三万日 这三万日就是我们人生可以用的时间 究竟是多还是少呢? 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一下 首先 在我们零岁至二十岁这个阶段 其实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上学、读书 上学、读书这个阶段 在学术一点的层面上说 就是毫无生产力的时间 为什么? 因为无论你读书到拿奖学金 还是差到被人赶出考也好 我们这二十年过的生活 是我们父母去供养我们 我们的起居饮食、学费 都是他们给的 所以这二十年 这里有七千日的时间 是我们读完书已经过了 再说 香港六十至六十五岁的人 大致上都会退休 那就是说一个人六十岁退休 去到八十岁 这二十年同样都是七千日 退休是什么? 就是我们不做事 去放假 去过日子 那就是说 学术性来说 都是毫无生产力 但是这个退休的毫无生产力 和我们读书是有少少分别 因为读书无论你能力还是不能力 你家人都会照顾你 都会消耗你 你消耗的是家人的资源 但是退休呢 我们未必可以靠政府 我们未必可以靠子女 我们靠的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累积了什么给自己 从而我们退休的生活 可以过成点 今天我们试试计计 将三万日 减了读书的七千日 再减了退休的七千日 原来 我们人生只剩下 万六日的时间 你可以用 究竟万六日 又是多还是少呢? 你会发现 三万日和万六日 差一倍 今天Cargo 会跟你讲一个坏消息 因为我们真正可以用的时间 是远远比万六日 为什么? 因为这条数里面 我们从来都没有包括过 我们每一天的睡觉休息时间 人的每一天 大概要睡八个小时 即是说 人生有三分一的时间 会在睡觉当中度过 睡觉同样地 都是毫无生产力的 即是什么呢? 原来我们剩下这万六日 原来只剩下三分二 是可以用的 因为三分一去了睡觉 那是多少? 原来人生 是没有三万日的 是只剩下大概一万日的 OK? 那究竟一万日 对你来说 是多还是少呢? 这个问题留给你自己答 但不管你认为多还是少 其实关键 是你这一万日 究竟你会怎样过? 你会怎样用? 因为这一万日 是我们人生里面 仅如的时间 去创造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 包括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收入 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财富 都是靠这一万日去累积的 今天我们是否要反思一下 究竟我们每天做的东西 是否开心呢? 我们翻译到那份工是否开心呢? 我们翻译到那份工是否可以达到我自己想要的人生呢? 还是我们把我们的青春时间 卖给一间公司 换来一份量 这样去过我们的日子呢? 又或者 我们去和人相处 认识朋友 或者去拍拖 去结婚 我们认识的人 是否自己真的喜欢呢? 是否真的很想和他相处呢? 还是勉勉强强 没什么所谓呢? 大家很应该去想想 我们这一万日里面 我们用一天 就会少一天 这个日子是完全回不了头的 是没有take two的 所以今天 我会问一下大家 我们一万日里面 花了多少时间在等呢? 可能等公共交通工具 等地铁 等巴士 等人 等机会 等转工 去等很多事情去发生 还是你自己去努力去创造呢? 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去过一些不同的生活呢? 又或者 你这一万日 用了多少时间去管别人的东西呢? 去讲别人的闲话 理别人的家事 理别人的八卦东西 还是用这些时间 去建立一下自己 令自己有成长 有进步呢? 其实这个课题是非常重要 远远比我们读书里面 学的任何科目 计过的任何数 包括你的Pillmax A-max来得重要 因为很多人 他就是觉得每一天 哎,过一天就只有一天 开心也是这样过 不开心也是这样过 到头来 去到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 或者人生过了大半 他会发现 什么都是这样 没得变 但其实 是不是真的没得变呢? 虽然今天 你会知道 人生是没有三万日 那么多 只有一万日 只有一万日 OK? 但是这一万日 如果你有效地去运用 每日 确定你自己有进步 每日做些你觉得开心 觉得工作的东西 OK? 好好地运用每一天 其实你的人生 都可以很不同 所以今天 你听完我的分享 我不知道能不能帮到大家 但是希望我说的东西 大家真的去想一想 去思考一下 这条数字是很血淋淋的 是一个事实 无论你今天出生是有钱 没有钱 是什么家庭 时间是最公平的 你又有那么多 我又有那么多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重点是我们在生的时候 我们如何运用 所以明天开始 试试改变一下观念 好好运用每一天 创造自己想要的成果 今天我分享是这么多 希望帮到大家 下次再有些价值的东西 再和大家分享 拜拜